酪梨是相当具有丰富营养价值的水果 而能陷水底香的农民不但栽种酪梨将近20年 近年来也越来越多人投入栽种 再加上水底香得天独厚的气候以及日夜温差大 以至于这里所产出的酪梨相当优质 为此水底香农会家政班特别与在地农游来进行合作 利用酪梨加入各种料理 并请家政班班长来教导学员们各种不同的料理方式 班长也表示除了一般较常见的凉拌与寿司做法以外 酪梨还能够炒肉块与煎蛋 搭配蒜头酱油等等20种不同的方式 希望借用这样的方式来推广在地优质的酪梨 今天我们来上融会课程 我是班长我来教酪梨的课程 因为酪梨我们种酪梨差不多20年了 所以酪梨的料理我大部分都会 也可以做酪梨馒头 因为今天做太多样就没有做 酪梨的料理 看你个人的喜好 你要什么口味你就放什么口味 因为酪梨有什么美乃滋 还有芥末的 也有那个蒜头 酱油蒜头 很多种还有和风酱也可以 很多料理 因为做起来差不多有20几种 我今天只有做差不多10种而已 做一些那个寿司 酪梨寿司而已 因为酪梨煎蛋就是 我就放那个葱 还有一些酪梨还有胡椒粉 黑胡椒粉 绿 下去煎 煎起来我们就用 这样就有点咸咸的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放太多 那个用 因为大家有的没有吃牛肉 我就用那个五花肉 下去炒那个酪梨 用那个牛排酱 还是蘑菇酱都可以 要放那个姜 要放姜 我们快炒好的时候 那个酪梨就放下去 那个胡椒酱也放下去 跟那个胡椒粒放下去 这样搅拌一下就好了 就可以上来了 这样就好了 这两样是大家比较少见 因为有的喜欢吃 有的不喜欢吃 我不晓得 因为大家吃吃看 下午吃吃看 对啊 而水里香的酪梨 其实有许多人种 不但品种多 酪梨也不好照顾 有些农民也种不起来 农民采用自产自销 而酪梨内含有丰富的油脂 相较于动物油脂 更为健康 不但养生 对于身体健康 也有很好的帮助 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一般人对于酪梨来说 大多数都只知道 能做成酪梨牛奶 但其实料理方式摆摆种 也希望既有农会与农民的合作 来推广在地优质的酪梨产业 因为水里香的酪梨也很多人种 可是有的就种不起来 酪梨的品种也很多 有十几种 我们的就有三四种 我们是早生的 所以我们就有 差不多七月底 我们就开始出产了 我是都在网路 网路卖比较多 对啊 我就说我们有种酪梨 我就说今天来融会教一些酪梨课程 给他们试试看 酪梨的油脂是 我们这个是油脂 不是那个什么动物质 所以对我们的酪梨是很好 因为有的 我们隔壁有一个老年人 他从酪梨没有开始有 有的酪梨的时候 他就一直吃 吃整年的 有的就把它有红了 就把它放在冷冻 吃一整年都打酪梨牛奶 就要每天吃 身体很好啊 可以减肥 也可以什么都有 对我们身体的 的什么健康都很好啦 对啊 现在很多人 有推广出去 现在有很多人在吃的 酪梨 不知道人只有说 打酪梨牛奶而已啊 可是我们酪梨可以做 差不多 很多种啦 我知道的 我就十几种了 我知道我做的 我就十几种了 所以我今天来教 就没有教那么多 因为太多 大家也吃不下 所以就做七八种 大家我们班员都认识嘛 他特别来吸收资料 吸收姿势啦 料理什么都很好啊 现在就是 因为现在就是出产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有几页几页出产什么 大家都知道啊 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说 有葡萄姐就做葡萄嘛 有酪梨姐就做酪梨嘛 有那个 梅子我们就做梅子嘛 就是什么季节就做什么 这样啊 所以农会都有办这个课程 都很好啊 水里香农会总看事也表示 这是第一次 家政班举办课程 邀请许多会员以及家政班成员 共襄盛举 并利用在地的生鲜酪梨美食 来进行课程 尤其酪梨不仅仅只是酪梨牛奶 在家政班班长研究之下 不但有许多的料理方式 也成了餐桌上一道道的美味佳肴 因为我们今天啊 疫情过后 第一次举办我们家政班的研习课程 邀请我们水里在地的家政班班长 干部会员 来参加我们家政班的这一次 疫情后的第一次课程 然后又要结合我们在地的 生鲜酪梨来制成美食 然后酪梨可以做成 不只是酪梨牛奶 沙拉 也可以煎蛋 然后透过我们家政班班长 班员的创意 研究出各种创意料理 然后又可以在当季 把我们的农产品 比如说漂亮好的农产品 我们就推广出去 那比较不漂亮的 我们来做成桌上的家肴美食 先议员陈淑卫 肯定农会办理活动的用心 酪梨不但营养 也能够入菜 品尝的方式除了打成酪梨牛奶外 更能够煎蛋炒肉 如果没有这样的课程 大多数的人顶多认为 只能打入里牛奶 相当感谢农会 推广在地有着农产的用心 也希望借此能够让民众认识酪梨 也能够推广水里香的酪梨产业 带动地方农产发展 我们的酪梨是一个很营养 不带脂肪的一种水果 它的吃法有很多种 所以今天它就是 我们在地生三家 来结合到我们在两个家政班 来做酪梨料理的教学 让很多家政班的办法 做一个学习 在这个过程 酪梨可以来结合我们的鲜奶 来泡作果汁 也可以用的芥末来吃 也可以用蒜头大油来做这个蘸酱 所以在这个作为过程当中 让这些办法发一声 原来酪梨这么多种的吃饭 不知道人们都买到酪梨 把它放到这样的时候 再来加果汁 不知道快点可以用在我们正当时 做到一道的这个 很好的料理来享用 所以今天经由 这些家政班 跟我们老师的教育 和我们家办法 收获了很多 大家都非常欢迎 我觉得 使用这个荷非常够格 在未来 在酪梨的製作 故意当中 它也学习很多 也希望说 因为这个荷町 让这些办法 也可以共同来享受到酪梨 让我们的酪梨农民有更好的收入 没有更好的价格 指导员也表示 在经过疫情的洗礼下 已经许久没有开课 而近期都是酪梨的产期 因此结合在地优质农产 来办理这次的课程 在班长的协助之下 提供当日现材的酪梨 并配合不同的新鲜蔬果 以及食材等等 可以发现组合在一起 就是优质的开胃菜 而酪梨有许多人很挑吃 因为酪梨含有独特的味道 因此透过不同的料理 除了能够推广外 也能够帮助农友经济上面的提升 今天我们开的是 家政的干部汇报 因为经过疫情的洗礼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开课了 那现在刚好是酪梨的产季 加上我们的家政班员 有非常多都在种酪梨 还有我们附近有一些蜂蜜的青农 或者是一些那个哀育的青农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结合在一起 那特别呢 请到我们家政班的班长 提供他们家新鲜今天早上现材的酪梨 来指导大家说 酪梨的季节除了酪梨牛奶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加上简单的蜂蜜 可以做成牛奶之外 我们还可以加爱玉 然后是加我们的优格 然后还有我们的新鲜的蔬果 其实只要应用一些简单的巧思 就会发现 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夏天的开胃菜 那也是我们农会秉持着照顾农友的心情 来开这样的课 其实酪梨这东西啊 大家就是很挑吃 因为它会有一种味道 那也不好处理 那希望说我们借由我们今天的家政的课程 让班员可以把这项料理带回去给家人 告诉家人说 营养的东西也可以变得很好吃 那上完课 马上大家就会非常踊跃的要订购 对就可以帮助到我们农友经济上的提升 对 家政班成员也表示本身喜爱做料理 这次利用酪梨来做料理 不但非常新奇也表示 酪梨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 酪梨也可以结合各种不同材料以及蔬果等等 来变化出许多创意料理 其中酪梨牛奶更是许多人喜爱的饮品 利用酪梨加上牛奶 不但相当的香 也非常好喝 非常顺口 因为我对料理 我本身就很爱做料理 我有时候会跟我们这些家政班的姐妹分享 刚才她们问我 会做什么料理 我说酪梨很多 看你可以吃什么 什么都可以 其实酪梨是很好营养品 比吃什么更好 只要你看你可以吃什么 酪梨有的是我们的芥末 我们的芥末 我们的芥末 穿这样 她用很多行的 看你要吃什么 都可以变化 只要看你自己的喜欢 自己的感觉 会去变化 就是这样 肉里牛奶 对 肉里牛奶 你就是回家 肉里你脆脆 吃不好吃 因为你摸 有的是红 有的是蜂 有的是软 软软 软就可以吃 你扒开 你就是自己打 吃肉里 吃牛奶 有的人吃鲜奶 可以看你吃什麼牛奶 我是覺得不要吃那麼甜 因為酪梨它本身沒有甜 但是它有香氣 你如果加牛奶下去 那個甜粉就走出來 你不用加什麼 你如果喜歡你 這樣一點點蜂蜜下去 那個味道又不一樣 而農會長期致力於 推廣在地優質農產 因此開辦許多課程 家政班成員也表示 目前正值酪梨的季節 再加上許多人 對於酪梨的吃法都不知道 因此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讓更多人了解 酪梨這項優質農產 對 我們定年 我們就來做壽司的時候 我們十幾個姐妹來 有做酪梨餐 我們自己吃的 所以今天我們好姐妹 大家就說要做酪梨餐 我們說這個好啊 現在是酪梨季節 對啊對啊對啊 有的人不知道酪梨是要怎麼吃 對不對 你現在像這樣 酪梨變化那麼多 大家就要因為 它又營養 聽說酪梨吃是不會胖 營養 你做量就好了啦 鮮營養王秋鼠表示 水里香所盛產的酪梨不但品質優良 也相當適合打住酪梨牛奶 或是製作成各種不同的酪梨料理 吃起來品嘗起來都非常美味 也歡迎喜愛的民眾 可以前往水里香選購最優質的酪梨 我們水里香我們的夾鎮班 現在是我們的水里香的這個酪梨生產期 我們水里香的夾鎮班能夠也來辦理我們的酪梨 能夠來入菜 不只說酪梨能夠來把它攪成我們的果汁來營用 現在來入菜也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好 因為我們不只說用沙拉用涼拌 它也有可以變化成不一樣的料理 這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喜愛我們酪梨的朋友 能夠來我們的水里香來這邊來購買 不起眼的酪梨不但可以打成酪梨牛奶 做成沙拉等等 更令人驚艷的是 竟然可以備合豬肉進行熱炒或者是煎蛋 每項完成的作品都讓人相當驚艷 讓在場的家政班成員們直呼不可思議 陳說議員感謝農會辦理活動的用心 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除了有效推廣在地優質農場外 也可以讓更多人對於酪梨這項優質農場 有更深一步的認識 明星文秋平易專題採訪報導